搜救人员在河边已经穿好潜水装备和救生衣拉起绳索 一个一个准备下水要找失踪的落水民众 但刚下过大雨河水湍急要搜索并不容易 大雨边下搜救人员重复下潜再浮起 搜索了超过四个小时却还是找不到人 旁边桥上不少民众围观 大家都知道这处水域有人溺水已经不是第一起 午后大雨导致石定山区溪水暴涨 下午中间三点新北市一对男女在景美西畔散步 路过风林桥下时24岁灵性男子不先落水 同行14岁少女下水救人自己却反被冲走 事后灵性男子被附近调客救上岸 但少女却因此失踪还在搜救当中 坐在水边穿着黑色上衣就是同行的灵性男子一脸交集 但警方调查却发现被冲走的14岁少女来自高雄 其实在7月初因为离家出走早就被家人通报失踪 他疑似在交友软体认识灵性男子 住在他位于中和的租屋处近一个月 将会再查明灵性男子是否涉嫌诱拐未成年 警方也已经联系少女家人北上 等找到人再决定是否提告 TVBS新闻成为宏观业演技小组新闻视频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 News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使